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敬拜你 也透过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 以弗所书第四章的这一段经文 你透过这一段经文 你向当时的以弗所教会 以弗所地区来讲话 而你在如今你也向我们来说话 然后我们在今天我们读这一段新闻 因为你所启示给我们的信息 让我们知道可以明白 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求主你给我们力量 好遵行你自己的旨意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心里好像就是一片豪土 当你自己的道 洒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 就要来发芽结石 就要来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求主与我们同在 这样一切荣耀归给你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这一段经文 我们就要来一起来看 第四章其实是一个你可以说保罗他在写保罗书信的时候 大部分都有的一个架构的概念 保罗书信其实我要说不是那么的容易懂 因为我自己从神学院毕业一直到现在 我念神学院将近15年 我其实一直到最近两年 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有把握来处理保罗的书信 因为保罗的书信 其实当你要处理它的时候 你必须要蛮多的理解当时候的一个风俗 一个情况 他对每一卷书其实是有他的一个听众的 那听众到底面对要什么问题 我一定要比较多的了解 我才有把握 因为对不同的听众 保罗虽然讲同样一个字 可能它代表了不太一样的意义 所以一直到最近几年 我比较有一些时间 或者觉得也稍微比较老练了一点 教会的事情也比较看多了 就觉得比较敢去诠释 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其实过去的日子跟各位一起 我们看了加拿大书 然后现在来看以佛所书 我们就要今天透过这段经文 来回溯当时候整个以佛所教会的一个情况 保罗的书信它有一个特点 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 他会比较多的神学性的教导 就好像我们上次处理了加拿大书的 一样是六章对不对 一到四章比较多是神学性的教导 然后到了第五章对不对 然后第六章就谈到比较多 在实际教会的应用 而同样以佛所书其实概念也是一样 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 我们上次的结束 比较多是在神学性的一些教导 如果可以请你翻开一下你的圣经 我们稍微再review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更清楚知道保罗到底在讲什么 以佛所书第一章其实他一直在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的父神给了我们福气 而那个福气是透过父神 透过耶稣基督 而且透过圣灵保惠是要给我们的 然后到了第二章的时候 他谈到我们本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中间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叫我们怎么样活过来 然后到了第三章的时候 他就更多的谈 那基督徒不是只是领受从神那里来的恩典 本来必死的现在变成什么 可以继续活下去的 对不对 然后所有的基督徒就是怎么样 一直在等着将来到天上去 没有第三节他谈到什么 教会或者基督徒的群体有一个使命 正如保罗一样他有一个使命 是要把福音传给什么 外邦人 当时的外邦人指的不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跟非基督徒的分别 当时的外邦人指的其实就是 有没有受割离的 OK 当时候讲外邦人 就是非犹太人都叫做什么 外邦人 罗马人也叫外邦人 可是现在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是把非基督徒当成什么 外邦人 我要说这个概念根本就是错的 你懂我意思吗 保罗在这里讲的外邦人其实是谁 我就是外邦人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都没有受割离嘛 对嘛 对嘛 各位弟兄 大部分都是 对吗 OK 好 我记得大英国协是有了 对不对 因为我的表弟是香港人 他们很小的时候 等于是就要受割离这样子 OK 那个是一个社会的情况 但是跟犹太的礼仪其实没有关系的 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在整个保罗书信里面谈的外邦人 其实是什么 就是犹太人以外的 而我们其实也都在外邦人的那个范围里面 我们有时候读到外邦人 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不是 这是很多时候我们读保罗书信 我们比较容易会误解 那整个以佛所书第四章就在谈 在这样一个概念之下 这一群基督徒领受了上帝的恩典 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圣灵的保守 在这个地上 不是只是在等耶稣基督再来 在这个地上他有一个福音的一个使命 然后他们就会在一起建立教会 因为有了福音使命就开始出去传福音 就会有教会建立对不对 可是在教会当中开始会产生了一些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该要怎么处理呢 实际的这些神学的应用就放在第四章 所以第四章的保罗一开始他就谈 第一节讲什么 我为主被求 他是因为主被求 这个在第三章他就已经谈了对不对 为了你们这一些人 保罗为了我们这些外邦人 然后为了传福音给我们他被关 OK 所以他在这里他把自己有一个称号 就是有一个自称自我认识 就是我是为主被求的这个保罗 他劝你们 请问你们是谁 在那个时候的外邦人 或者在那个时候应该简单来讲 就是那个时候的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 简单来讲就是那个时候的基督徒 才不管你有没有收割离 听得懂吗 所以简单来讲 在今天其实也是对我们说的 他那个时候对以弗所教会说什么呢 他告诉他们 你们蒙召 行事为人就应当什么 与蒙召的恩相称 蒙召那个蒙召是什么概念 蒙召其实就是 以弗所说第一章到第三章的那个 我们得着他的恩典 恩典之召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蒙召 在这里的蒙召你千万不要讲说 只有伟南牧师 只有国路牧师 只有济玄传道 你们这些全职的人蒙召 没有在这里他讲的蒙召指的是什么 就是基督徒 懂吗 他在这里讲说我为主被求的 劝你们 你们这一些基督徒 你们这一些蒙召 蒙了救恩之召 蒙了恩典之召的基督徒 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 行事为人要怎么样 与蒙召的恩相称 简单来讲就是 你蒙谁的召 蒙召本来要做什么 那你蒙召之后就应该像是一个蒙召的样子 懂吗 他在这里其实很简单 这个概念并不难 你们自称是蒙召的人 那你们活出来就应当要有一个蒙召的样子 我在这里讲 这里虽然语句上很简单 可是有一个东西我们常常会误会 特别在谈保罗书信 甚至很多的教会在解保罗书信 常常会有一个误会在这里 他在这里特别讲 你们蒙召 是先蒙召 还是蒙召出来表现的生命 先 先蒙召对不对 OK 所以他在这里表达的 其实是你们蒙召之前 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乱七八糟的人 懂吗 保罗书信你是这样想 你们蒙召的时候 蒙恩典之召的人 其实你们本来就是一个肮脏误会的人 可是在蒙召之后 他希望你活得像一个什么 神儿女该有的样子 可是很多时候我要说 教会我们看待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常常有些时候会有种错误的角度 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 在蒙召之前 你当先有蒙召的样子 你才配得这个召对吗 可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福音不是这样 福音是在我们 还在乱七八糟的时候 上帝的恩典就怎么样 临到我们 我们唯一只做了一件事情 说什么 我愿意 我愿意接受 懂吗 所以在这里要谈的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解这一段 因为后面谈了会有很多的应用 可是我希望你们先明白这件事情 否则很多人就会拿这一段 甚至拿以佛所书后面的 来要求每一个 信主前 信主后都应当是这样 如果没有 你们就会受很大的责备 懂我的意思吗 我再说那个标准还是从来没有改变的 但是问题是 这需要时间让我们慢慢的去什么 去学习 去养成的 而不是在一开始拿来怎么样 要求别人的 因为后面就会谈到凡事什么 第二节谈到什么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 互相什么 宽容 你们这一些有谦虚的举一下手 我举不起来这样子 有温柔的举一下手 很难对不对 对 那其实简单来讲 那我们凭什么猛招 我们凭什么猛招 如果你读第一章到第三章 只有一个 就是凭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OK 所以我要先谈这一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 我要谈的是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在一开始 其实我们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完美的人 可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他呼召了我们 但是呼召了我们之后呢 他给我们时间 而且圣灵宝会师也藏于我们同在 对不对 要帮助我们怎么样 活出一个与蒙招相称的一个什么 生活 其实有很多人就说 那信耶稣 信耶稣完了之后 到耶稣基督再来 这人生没有嘚嘚 对不对 没有短短的 对不对 这个时间还蛮长的 对吗 如果你很早就信主的话 OK 我17岁信主 到我最后 其实这时间蛮长 那请问这一段要干嘛 放空吗 不是 是什么 是上帝给我这么长的时间 去怎么样活出 与蒙招相称的什么 人生 上帝给我时间去学习 这段经文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 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旅程 在那个旅程当中 我们怎么样透过上帝的恩典 活出一个该有的基督徒的样子 我再说有时候真的有困难 正如国伦牧师上个礼拜 跟我们提的那个 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 很多时候其实很困难 对吗 可是你愿不愿意相信 你愿不愿意试着做做看 很困难 从小教到 我就不是在基督教的 家庭的环境里面长大 所以礼拜六要去团七 或者礼拜天要去教会 其实上就是一件 基本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可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我们会忘记 你懂我意思吗 我会忘记 我会忘记我的儿子跟女儿 他们礼拜天要来教会 其实会有困难的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 我不给他们这个空间 我以为我走过来了 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 我所认识的人都应当 礼拜天都自然而然的来 可是我们忘记了 其实是上帝给了我一段的时间 长达几年的时间 让我可以在礼拜天 可以稳定 可是等到我礼拜天 可以成为稳定 成为一个习惯之后 我却忘记了 其实有很多人 需要空间跟时间的 我却用我现在的标准来什么 来看待他们 这是我要在一开始谈 首先他在这里谈到说 我们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昭的恩相称 我要说那是一个目标 但是我们要往那里学习 第二节他这里谈到一个重点 他说凡是什么 谦虚 我们来谈一下谦虚这个字 在我们的中文字里面 谦虚你会想到什么 谦虚会想到骄傲 对 他是骄傲的对等 OK 如果讲到一个人谦虚 你会怎么定义谦虚 这个人好谦虚 不鞠躬 然后呢 很客气 对 你会觉得谦虚这个字 其实是称赞一个人 对吗 如果你说 这个人蛮谦虚的 你会觉得是对这个人的称赞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对中文的认识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原来这里 希腊文用谦虚这个字 它代表了一种 什么样子的意义吗 原来的希腊文用的 这个谦虚的这个字在这里 其实有一点下贱的意思 就是有一点悲贱的意思 其实是一种 对于一个人的轻视 如果我说你谦虚 其实就是一种什么 你比我低下 它有一种贬义人的一个意思 还有就是比较为说 好像要做人奴仆 然后你比较自卑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我要说的是 为什么在这里保罗用了这个字眼 讲谦虚 他讲说 行事为人就当于蒙昭的恩相称 然后第一个谈什么 谦虚 谦虚这个字呢 我认为谦虚怎么来呢 第一个你一定要明白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谦虚来自于对自我的认识 我们到底一开始是什么样子的人 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待 你们自己 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当我明白我自己 我就知道我其实是一个蛮软弱的人 是一个能够说不一定做得到的人 是一个常常梦想 然后可是却达不到的人 我要说谦卑在这里 或者谦虚在这里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就是其实你自己是没有价值的 我要说很多时候 当你从这个世界的角度看待你自己 其实是这样 我不晓得 你又没有一些梦想 这些梦想到了后来 其实都不见得达得到 你可能 你小的时候可能喜欢看 某一种英雄的电影 你就幻想你自己是那个英雄 有没有 或者是你很喜欢艺术 你就幻想自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作曲家 一个指挥家 一个演奏者 或者你看一场球赛 其实自己就不会打篮球 就一直每天幻想自己是Michael Jordan 穿着23号在那跑来跑去这样 我要说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对于自我的认识 其实很贫乏 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是 我们想象中的那个那么的美好 可是问题是你明白这件事情吗 或者是你接受这件事情吗 他这里第一个谈的谦卑 那个卑下 那个好像对于这个人 有一种贬义的一种地位 我认为谦卑第一个来自于 对自我的认识 知道其实自己是一个 那么的名不相符的人 OK 这里的谦卑呢 这里的谦虚 更是来自一种对基督的认识 就是你可能觉得还不错 可是有一天当你认识了耶稣 你就会发现你跟他比 你其实怎么样 差得多 对吗 当你拿他的标准 当你拿他所做的 然后来看待你自己 你其实你会觉得你自己 好像其实蛮困难的 从一个牧者的角度 我们常常讲耶稣是好牧人 对不对 是大牧人 对不对 那我自己是一个牧师 对吧 那我就心想我是一个牧师 我想办法要学耶稣所做的 我要告诉你 很多时候我就发现 耶稣所做的 有时候我做不到 耶稣对人的接纳 耶稣对人的服事 我要说很多时候我差得远 在这里谦虚的这个意思 他原来的那个意思 其实就是一种对人的贬低 我要说保罗在这里 不是一个要把这些基督徒 做一个极度的贬低 他要提醒你 上帝的恩典有多大 谦虚来自对自我的认识 谦虚来自于你对基督的认识 谦虚来自于你对上帝的认识 你知道是上帝拯救了你 不是你自己 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我再回到我刚才讲的一个 最简单实际的一个例子 现在主日来到上帝的面前聚会 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难 你懂的是吗 反而你要礼拜天叫我不聚会 会很奇怪 你知道吗 我会突然不知道要干嘛 可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的改变 其实来自于什么 上帝 不是我自己能够的 是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 圣灵改变我 让我养成了这个习惯 然后让我做出了这个改变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理解 我们对别人 我们就没有谦虚 你懂的是吗 对于那些特别没有办法来的 就会告诉他 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一样 这样 然后就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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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得他好像 根本就是一个烂人这样 我要告诉你 这种的指责 没有办法带着任何的能力 谦虚来自于对自我的认识 知道原来自己 曾经也是那样的人 以至于你面对别人的时候 你会多一点的什么 谦虚 很难讲 这个字其实不容易 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一段就过去 凡是谦虚 你就会觉得 谦虚你就用我们所认识理解的谦虚 然后来看每一个人 不是 他在这里的谦虚指的是 每一件事情你要想想 你本来是什么样子的人 你们蒙昭当与蒙昭的恩相称 凡是要想你本来是什么样子的人 懂吗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因为接下来的温柔 接下来的忍耐 其实也在同样的这样子的概念之下 我们来看看温柔是什么 传统的想法 温柔这件事情 我们传统的理解是什么 温柔 我想我不是一个温柔的人 一种柔顺有没有 温暖的有没有 可能从这个字眼 你们觉得温柔还是什么 讲一下嘛 讲到温柔你们会想到什么 脾气很好 轻声细语的 可是你知道在这里温柔指的是什么意思吗 原来的字眼 可能在中文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字眼 可是没有办法 它必须要翻译 它就把它翻译成温柔 于是我们对于这些蒙昭的恩相称的那种 生活出来的那种品格品的 我们就会有一点点的错误的理解 在这里温柔要代表的是一种 就是你不会过分的滴下 也不会过分的激昂 它要谈的是一种 你能够控制你自己 在情感上 在待人处事上 恰如其分 它这里谈的温柔其实是这样 或者在这里谈的温柔 甚至是在代表一种 你怎么行事为人 你愿意被控制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这里的温柔不是一种 你生活生命表达出来的一种柔顺 一种让给人有一种好的感觉 一种温暖 它在表达这个温柔是一种 你愿意被控制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温柔是一只兔子 我用一个比喻好了 对吗 你看到兔子你就觉得很温柔 对吗 我常跟我太爷讲说 我其实是一只兔子这样子 OK 好 那是开玩笑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以为温柔是一只白兔 对吗 不论是大白兔还是小白兔 对吗 可是在这里温柔要告诉你的意义是什么 这里温柔的意义是一只狮子 可是你却可以碰它 你懂得这中间的差别吗 我们都说我们对温柔的理解是 它就是柔顺的 不会害人的 不会伤人的 你很喜欢的 它也很喜欢你的 可是在这里温柔要表达的一个意义是什么 是狮子 是可以把你吃掉的狮子 是一掌就可以把你头扒掉的狮子 可是你可以在它的旁边这样子 扭来扭去 你知道保罗要表达什么吗 表达基督徒的温柔是这样 你本来是一只狮子 可是因为上帝的缘故 因为基督的缘故 你愿意成为一个什么 让人可以依靠在你身旁的温柔的狮子 不是牙齿被拔掉 也不是爪子被戳掉 你懂我意思吗 是愿意自我控制成为一个这样的狮子 对不起 我已经用我的能力比喻这个温柔原来的意义 因为我每次读这个我就不懂 到底谦虚温柔忍耐到底是什么 我们常常弄错了 可是在这里保罗要表达的谦虚是那样的意思 他要让我们明白你本来是什么样子的人 基督徒给这个世界应该要理解 我们本来是什么样子的人 这个世界认识我不是一个很高很高的牧师而已 很像师父一样的那样子的人 不是的 这个世界要认识我跟你的是 我们跟他们一样是软弱可怜的罪人 而我们愿意在上帝面前领受上帝恩典的人 这就是谦虚 温柔是什么 不是一个好像品格上的温柔 就是好像小白兔一样 别人看到你就是小白兔那样子的一个令人喜爱 不是 是别人看到你 他知道你是狮子 他知道你可以咬人 他知道你有力气 可是你愿意被控制 然后愿意受控 然后愿意成为好像众人可以依靠在那里的 你可以理解吗 基督徒表现出来的谦虚跟温柔是这个意思 在这里继续来 这边谈到的忍耐是什么 我们好像讲忍耐是什么 我们传统讲忍耐是什么 对于痛苦 对不对 对于那种突如其来 你不喜欢的事情的忍受的程度 对吗 我没有讲错 或者你可以稍微再去维基百科一下查一下 我们大部分对于忍耐这件事情 我们想的是这个 对于一种痛苦或者一种环境的改变 一种耐受的程度 对吗 OK 可是你知道原来希腊文在这里 他表达的那个忍耐是什么意思呢 他在这里谈到的是一个 为了一个目标 即使你现在看起来好像失败 可是你为了那个目标 你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一种不认输 那种不认输不是你自欺 说我没有输 我没有输 明明就输了 他说我没有输 我没有输 不是 他不是要表达 是一种自欺式的那种 他在这里要表达那种不认输 是你知道结局 这个世界看待基督徒 也许他看待你 就是一个弱者 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弱者 他看你就是应该 你应该狮子啊 狮子要吼叫啊 对不对 你为什么可以让人在你旁边 这样暖来暖去呢 可是在这里那个忍耐是什么 是因为你知道有一个结局 你知道上帝对你有一个 他的评价 你是为了那个上帝 给你的评价而活 而不是什么 在现今的世代要真的输赢 你听懂为什么 他在这里的忍耐表达的是一种 不认输 在这里的忍耐也表达了一种 不会报复 保罗在这里用的这三个 我们再说一遍 谦虚 温柔 还有什么 忍耐 很多教导包含牧师 我们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它变成是一个品格 你知道吗 一种品德 基督徒你应当要有这样的品德 要谦虚 对吗 要温柔 要忍耐 好不好 基督徒如果有这样的品德 好不好 好 那如果你没有这种品德 你就不像基督徒这样 不是的 在这里我再说 跟前面最前面那个 把它连起来是 我要告诉你 我们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人 我不是谦虚的人 按照原来谦虚的定义 我也不是温柔的人 按照原来温柔的定义 我也不是一个忍耐的人 按照原来忍耐的定义 可是因着耶稣基督 他在我们生命当中 成为那个谦虚 温柔 忍耐的人 保罗在这里很特别 他把谦虚 温柔 忍耐 把他再次的回到 整个以佛所述的第一章 第二章跟第三章 第一章谈到什么 我刚才为什么带你们看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章第七节 他说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意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什么恩典 各位你一定要理解 我们本来是什么样的人 而基督因着他的爱 因着他的恩典 我们才可以在如今的这个位置上 而基督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谦虚的人 他愿意虚己取了什么 奴仆的形象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就是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可以明白这样的 那那个温柔呢 如果我们再来谈温柔呢 温柔在第二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其实温柔在这边谈到的是一个 愿意被控制的 第二章谈到什么 谈到这位爱子 这位在耶稣基督里面 他愿意顺服以至于什么 是因为他的死使我们可以怎么样 活过来 我不晓得你怎么认识犹大的狮子 可是当我读到这里 我再次去看或者去体会那个犹大的狮子 我要说我不一定 圣经没有说一定要这么解 可是当我去理解那个犹大的狮子 我开始去思想什么是温柔 而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重新活过来 我们是需要他的一个恩典跟榜样 让我们可以活出那个温柔的样子 忍耐这边谈的是什么 忍耐这边谈的是一种 永不认输 永不报复的一种的精神 可是我要让各位弟兄姐妹明白 其实在这里其实也是一样 不是你要成为一个忍耐的人 而是耶稣是一个我们的榜样 是他忍耐我们 他没有罪 可是他被定十架 请问本来是谁该定的 我们 我希望当我们再次读到这里的时候 不当只是从一个品德跟道德的要求 来看待这一段经文 当我们行事为人 与蒙招的恩相称的时候 而是你理解到 或者你去体会到耶稣基督 怎么行事为人 继续下来 他这边讲到用爱心什么 互相宽容 这个爱这个字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有很多种解释 很多 这个爱大概在圣经当中有四种解释 一种很简单就是男女之间的情爱 爱情 他会用爱这个字 另外一种叫做友情 朋友之间的 另外一种就是亲情 父母之间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常常用的那个字叫 它谈的其实是一种博爱 它并没有限于对象 可是阿嘎培的这个爱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义 它不是建基于男女之间的关系 它不是建基于朋友之间的关系 而有的那个爱 它也不是建立于 我们是因为有血缘亲子关系的爱 这个阿嘎培的爱带的一个意志上 它是一个意志上 就是我知道没有这一些 我们不是男女情爱的关系 我们也不是朋友之间的关系 我们也不是亲子之间的关系 可是我的爱对你 其实有一个意志 有一个责任的 在这里的 用的那个爱是用爱心互相什么 宽容 可是我要说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对于宽容这件事情 宽容的爱 我们会被限制在什么 男女之间 对吗 我们最近夫妻小组 我们一起读一本书这样 在结婚前都容易宽容一点 你知道吗 我们读那本书有个小秘密 我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读的第一课就在讲 你不要以为你到手了 就是跟男生讲的话 就是太太你是永远追不到的 你懂我意思吗 你以为结婚了那个时候 你就追到了 所以你在结婚之前 男生就会怎么样 宽容 懂我意思吗 迟到一个小时 没关系 两个小时呢 没关系 可是婚后呢 就是在旁边停个车 等他从楼上下来都有关系 对不对 我讲好像开玩笑 可是其实也是真的 我们的宽容度会变什么 会变低 因为我们的爱 是根据我们的关系的 你懂吗 根据现在的情况改变的 很多时候我们的宽容 是看我们有没有亲子的关系 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宽容 是看我们是不是朋友 对不对 华人曾经讲 有关系就没关系 对吗 原因是因为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亲人 我们有男女之间的关系 所以就没关系 可是在这里谈的那个爱是什么 是一个在意志上 不是只是情感上的那个关系 而耶稣基督对我们的那个爱 其实包含了所有的一切 而耶稣基督也是那个 爱的一个 你可以说最高最好的一个表现 我们继续下来 他这边谈到了用和平 彼此什么 联络 就是在建立关系的时候 其实是用一个和平 在这里和平怎么解释 你们知道吗 和平在这里保罗用的意义 就是前面四个加起来就是什么 和平 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 因为就怎么会是这样呢 其实和平在这里 其实就有一个合一的意思 一个混在一起的意思 这个和平的概念 其实就是一个谦虚 温柔 忍耐 而且什么 爱心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很难理解 到底什么是和平 可是当你把前面的那四种 把它加起来的时候 你跟人 跟人之间 就会有一个好的关系 当你面对一些其他的 保罗在这里 其实就是 在谈教会之间 弟兄姐妹 或者教会之间 对于外面的人 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我们怎么样 彼此有一个合一的关系 他在这里谈到的 其实就是一个 很实际的一个应用 基督徒当你面对其他的人 包含弟兄姐妹彼此之间 当你想到自己 谦卑 对不对 你想到自己曾经 也是那样的人的时候 你对他的接纳度 是不是会高一点 谈到温柔的时候 不是你自己是一只小白兔 对吗 而是你是一只狮子 可是你愿意受控 你愿意知道 你明白 其实神不喜悦你这样做 然后你愿意 按照着上帝的恩典跟能力 自我怎么样 不要张牙舞爪 你懂我说 这是温柔 忍耐是什么 忍耐在这里 前面表达的 其实是一个 就是你愿意 为了某一些的理念 继续永不认输的 坚持下去 我们基督徒其实 彼此之间的关系 如果可以 在这样子的一个 上帝的恩典当中 活出来的话 我要说其实很多时候 后面所谈的就变得很容易 他说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什么 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我再说合一这件事情 其实教会现在 很常被提到 对吗 可是很常被提到 可是也很常 没有合一 因为当我们想到 合一的时候 我们想到的就是什么 要么就是你听我的 对吗 那不然就是什么 我听你的 对吗 那在教会当中 到底是我听你们的 还是你们听我 因为我是牧师 所以你们听我的 可是其实不应当是这样的 这边要表达的一个 合一的概念 的是后面所要谈的 是因为什么 合而为一 就代表合成一个什么 身体 他要告诉你这个身体 原来的基础是什么 是什么 教会 教会如果是一个身体的话 请问这个身体是谁的 教会这个身体是谁的 你都睡了是不是 基督的嘛 对不对 是上帝的嘛 对吗 对 是这样 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谁的 是上帝的 不是黄伟男的 也不是黄国伦的 有一天我们会离开的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教会人就会在 原因是因为 他是上帝的 不论他在或不在 他都是谁的 上帝的 你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概念 教会不是谁的 教会只是好像 上帝交给我们做一个管理 而还是什么 上帝的 各位弟兄姐妹 你如果明白这件事情的话 你就知道 其实很多时候 连你自己也不是你的 你懂吗 懂吗 你再更深的 你就会发现 连你自己也不是你的 连你的孩子也不是你的 因为万有都是他的 当你知道这一切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了解 到底什么是何一 他在这边第四节 他讲到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招什么样 有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习一神 他在这里全部都用一 对不对 他其实是要表达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不是我们应当要 要这样想这样做 然后你才是 而是他要告诉我们 你已经是 我再说一次 这个概念很重要 很多时候 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或者从我以前读这个保罗书记 我有时候搞不懂 是因为我觉得前后的关系搞不懂 我一直以为是这一些 是我要努力去得 努力用自己的力量 去活出这样子的一个样子 一个合一的样子 对吗 教会很努力做这些事情 你自己也很努力做这些事情 对吗 可是问题是 他在这里要告诉我们 这个合一的概念 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 听得懂吗 你一直在追求 对不对 我们两个关系一直在追求 我们只追求那个外面的 原因是因为 你不知道你们本来出于一 所以在这一段经文 从第四节开始 一直到第六节 他用了很多的一 对吗 保罗用这些重复的一 要代表 要告诉你 为什么你可以谦虚 为什么你可以温柔 为什么你可以忍耐 为什么你有爱心 为什么你愿意保守 圣灵合而为一的心 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看每一个人 我们看每个东西 我们都在问谁的 对吗 以致谁的 看下面 新兴城市教会的财产 对 新兴城市教会的 可是你在问 那新兴城市教会谁的 你说没有 那要看这个协会的理事长是谁 可能是他的 如果是董事会 那就是董事会 这都是表面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一直在寻求这一些 世界表面上的这一些 是谁的 可是他要告诉我们 保罗要告诉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概念是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的 你再念一次第四节 他说身体只有什么 一个 我们不就是进入这个身体吗 如果身体只有一个 我们还在分这个教会 跟另外一个教会吗 这个问题太大 我没有办法再讲到里面谈 可是当我稍微点一下 你就会知道 你还在分教会跟机构吗 如果身体只有一个 继续来看 圣灵只有一个 你还在想 是我从读经所领受到的圣灵 还是哪一位先知告诉我的圣灵 还是哪一天我突然灵修的时候 圣灵感动我的圣灵 请问是同一位圣灵 那如果听得不一样 那是我们的问题 听得懂为什么 那我们就需要有一点时间 去交通 而不是觉得 只有自己领受的才是什么 圣灵 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 我们自己是对的 不 从神那里来的才是什么 对 继续下来他在这里谈 你们同蒙召同有一个什么 指望 各位我们的指望是什么 我问这个问题很简单 可是也很难回答 你们指望是什么 有远有近对吗 可能指望是待会 可以很顺利的回到家 不要再高速公路再晒很久 对吗 可是这里的指望指的是这个吗 可能更多 这指望可能是 你的身体 你的孩子 或者是这个指望是什么 各位到底这个指望是什么 保罗的书信里面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也是我最近更多的读 是保罗的书信很重上帝的荣耀 教会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反映出上帝的荣耀 我们的指望是不是这样 我们的指望是不是上帝 所要给我们的那个礼物而已 那个今生的满足而已 在今生得百倍 或者是在未来得永生 感觉上永生也是一个蛮不错的答案 对吗 可是到底我们的指望是什么 继续下来 他说一主一信一喜 在这里讲的那个主 其实指的是一个主人 他要表达的是我们都是奴仆 对吗 当我们全部的人 我们都在讲主啊主啊 对不对 主教也是奴仆 对不对 主任牧师也是奴仆 对吗 小组长也是奴仆 在这位主 他在谈的是我们跟主的关系 一信指的是什么 不是第一信用合作社 OK 因为淡水有第一信用合作社 一信指的是什么 我们都信的是同样一位 一喜呢 可能你洗的水比较多 我洗的水比较少这样 你在河里 可能我在拿个池子里面 在这里代表的那个喜 其实也有一些圣灵的喜的概念 他要指的 其实是我们都是同一位圣灵 同一位主为我们施洗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什么 众人之内 他要告诉你 神在每一个地方 在关系当中 不被时间 不被空间 不被关系所限制 我最近听到一个说法 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很抱歉 现在就是主流的说法 就是因为保罗有说到几层天 对不对 说我们的神住在三层天 我不知道怎么说他这样 No 神在哪里 在我们里面 神也在这里 神也在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当中 神也在你跟那个人的MSN LINE 你们的FB的讯息 Message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不在 对吗 对吗 我们觉得神就是在教会 对吗 所以有很多人 我们小的时候 有时候犯错就不敢来教会 因为怕被神 以为神只住在教会里面 这样 礼拜天每个礼拜都要这些儿女要来看他 不然他孤单老人 很无聊这样 他不孤单 是我们需要他不是他需要我们 在这里要表达我想谈到这里 我最后来谈到我到底这个主题在谈什么 其实他要谈的是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合而为一 其实是因为上帝的缘故 所有的人可以活出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样式 不论是谦虚不论是温柔不论是忍耐 不论是爱心不论是和平 也是因为什么 他的缘故 贵兄姐妹 我觉得很多时候大胆的承认 至少我敢这样承认 我没有谦虚 我没有温柔 我没有忍耐 我没有爱心 我也没有什么和平 可是感谢主因着他的恩典 这位主要帮助我在人生的这个旅行当中 成为一个与蒙昭的恩相称的人 我再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得完全 像基督完全一样 可是我们却可以因着基督圣灵的帮助 我们尽我们所能的活得完全 我再说我不是说 那你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活下去 保罗也不是这个意思 保罗他想要让这些弟兄姐妹明白的是 蒙昭要与什么 蒙昭的恩相称 所以你会觉得保罗是说 那没关系就接纳你现在的样子吗 不是 而是保罗在这里他要表达什么 你应该要更往前的去改变自己 成为一个更谦卑 更温柔 更忍耐 更有爱心 更和平的人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必须要明白 不是你有了这一些上帝才给你 他的恩典 是在你还没有这一些上帝就已经给了你 这就是他的爱 我们领受了他这样的一个恩典 继续的前行 我要说这个现行你今天听来 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嘛 好像很简单 可是我要说这其实是心里面的一种改变 就好像我今天在谈谦卑 在谈温柔 在谈忍耐 你会觉得好像一样 对不对 可是你又知道 其实又有一些些的不一样 可能表现出来 跟这个世界对谦虚的定义 没有太大的差别 可是你知道你谦虚是因为 你知道你本来的样子 以至于你可以愿意 多给别人一些的空间 别人就觉得你是一个谦虚的人 不会那么的自傲的人 原因是因为你认识你自己 但别人觉得你是一个温柔的人 不再只是一个你对于事物 好像毫无反应 毫无能力的人 而是他知道 你有判断的 你是一只狮子的 可是你愿意为着你的信仰 你愿意在那里等待 不审判他们 不论断他们 不攻击他们 你的忍耐不是一个 好像无能为力 没有反击人力的人 你只能忍耐 不是 你的忍耐是因为 他知道 你有一个更深的理念 你有一个更深的盼望 他认为这些基督徒都是一些 就是这样的人 就他没有办法赢过他们 原因是因为 这些人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 他们看的不是现在的输赢 他们知道有一位将来会来伸冤 会带领他们继续往前 各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看待这一些 好像基督徒的德性 不再只是一个人生的目标而已 而是成为一种内力的一种力量 我再说我们一起努力 好吗 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时候我可能也缺乏忍耐 有时候我可能也没有办法 那么的谦虚 可是我因为知道你们的接纳 我就愿意更多的怎么样 学习谦虚 我要请静脉团上到前面来 然后我们有一点的时间 我要请你再次的 我们来把这一段经文再读一次 其实我就尽力的把这一段经文 把它谈清楚 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在这边讲到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何为一的一心 当我们再次读的这个时候 你就不再是一种很律法主义的 觉得非得要这样 上帝才赐福给你 赐恩给你 你才与蒙召的恩相成 不是的 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知道你在这一条路 你不完全可是上帝会带领你往前 我们先请施琴 带我们弹奏 然后我要邀请各位来念 第一节到第六节 我请施琴弹奏第四首 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 一直到第六节 我们慢慢的来念 预备 请 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何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 一信 一喜 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谢谢你 你让保罗写下这一段的话 给以佛所教会的人 不是当作一个律法 要来审判他们 要求他们应该要这样子合议 而是提醒以佛所教会的 这一些基督徒们 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有受割离的犹太人 有在希腊 罗马文化 长大的这一些人 但他们都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 在一个教会当中 让他们谦卑的彼此对待 因为知道自己本来就是罪人 不论是犹太人 不论是西里尼人 主都是罪人 他们知道自己本来是什么样子的人 而领受了基督的恩典 他们在这个教会当中 主 你也透过这一段经文 你告诉当时的 以佛所教会的 主 到底那个温柔该是什么样子 主 当他们面临 这一些外邦的势力 这一些罗马的势力 甚至来自于犹太教的一个攻击 主 他们应该要如何的面对 这一些属于外教的攻击 以及内里的纷争 主 你告诉他们温柔 忍耐 用爱心彼此联络 因为圣灵赐下来 要让我们合而为一 谢谢主 我们面对的这个世代 其实跟当时的以佛所教会 其实没有太大的两样 只是我们的文化 不再是希腊 罗马 甚至犹太 当时的这一些外邦的文化的 种族的混杂 我们面对的时代 其实也非常的复杂 可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当中 主 你让每一位基督徒 我们一样 用圣灵保守 吃我们合而为一的心 继续活在这个世上 面对不同的教会 不同的基督徒的群体 甚至面对不同信仰的人 主 因为我们所领受的圣灵 跟当时候所领受的圣灵 没有两样 我们所信的神 跟当时候所信的神 没有什么两样 主 谢谢你 把这一段的信息赏赐给一佛所 而在今天 你同样赏赐给信心成事教会 谢谢主 我们将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